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年青春》这个节目做得蛮好的 无流量 无尬眼 很温暖真诚地和嘉宾进行了一天的交流 第一期里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他的故事 虽然我觉得他更习惯以唱歌的方式表达 同时他很好地辅助《战爱佳老师》完成了引导的工作 以他的故事为开端 我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 譬如浪漫的画家夫妻 久久不得志的演员 特立独行的主持人 以及他的两个好朋友 虽然遗憾于节目时长 每个人的故事和交流都不太深入 但仅仅是只言片语的青春日记 都让人印象深刻 《战爱佳》在见面之前坦言 担心和周深这样的90后小朋友没有话题 周深在见面之前也很紧张 但是见面之后很快就打破了冷场 周深开玩笑地说 我以为您会问我你觉得座椅行有意义吗 张爱佳大笑 然后故作严肃地问周深 你觉得座椅行有意义吗 完美地接住了这个梗又跑了回去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拉紧了 之后他们俩在重庆大学 一边走一边蹦蹦跳跳 勾肩搭背的场景 还有后来的护家微信大战和表情包大战 完全感觉不到代沟和生疏 反而特别欢乐温馨 看得出张爱佳也很喜欢周深 比如在念诵会上说到尴尬两个字的时候 张爱佳特意看向周深 周深迅速配合他放大了尴尬这个形容词 还有周深念诵完以后 不好意思地躲到张爱佳身后 这种相互信赖完全不像第一次合作的两个人 个人认为第一期周深的参与除了展现自我 扩大受众更有助于奠定节目的基调 给予轻松的心态去怀念青春 感受青春并相信自己永远青春 很开心又跟着周深遇到了有趣的节目 会继续看下去的 希望无一点进来的路人也能去看一看 毕竟后面参加的都是熟悉的前辈们 譬如黄永裕 周华健 刘若英 五条人乐队等等 看完了周深的青春片段 你难道对前辈们的青春不好奇吗 其实看之前 我很好奇 周深和张爱佳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会怎样交流和合作呢 看了节目之后 我觉得周深表现得非常好 一开始能看出来和张爱佳老是不熟悉 有点拘谨 但是很快他就凭着可爱 幽默 真诚打开了局面 让大家都很舒服 他的那段话也很感人 是说给歌迷和粉丝的吧 我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们 但是遇见你们成就了我最好的时光 真的是一个懂得感真的好人 通过这个节目 我发现周深做综艺也很百搭 访谈类研制有误 能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 并擅长提升主题 搞笑类各种梗玩的熟练 对天对地对空气 但却奇妙地掌握一个度 不会让人有被冒犯的感觉 反倒觉得他很可爱有趣 这就无敌了 音乐类就不用提了 周深永远的神 刚开始的时候 他真就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配上多次特写无处安放的小手 面不拘谨的表情 好真实的尴尬又设恐的表现 到了校园里 卸下紧张情绪 终于蹦蹦跳跳恢复本真 皮孩子一个 宋读会上流入真情实感的小作文 好朋友之间的互看 被奶奶故事的感动等等 无处不体现出一个鲜活有趣 情感丰富的灵魂 总之 他有很多面 性格上会纠结 对未来也存在迷茫 对人很真诚和温暖 很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理解对方 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如果以前对他的了解 是散落在不同的采访和节目中的碎片 那么这一次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他的集中展示 周深的节目效果好 不单表现在反应快 更在于情商高 和刘同金浩森一唱一鹤是正常的 毕竟是很熟的朋友 但是和一位第一次见面的人合作就这么默契 不是所有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都可以做到的 周深7月即发新歌又参加综艺 这样的安排太适合他目前的发展 自从创造营结束之后 就一直期盼周深能再参加一档有影响力的综艺节目 不管是真云秀还是与音乐相关的都行 毕竟这样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周深的原格魅力 以及音乐才华吸引更多的粉丝 终于周深参与了《念念青春》的录制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期 但是却依然非常高兴 更为重要的是周深是写四首新歌之事加盟念念青春 让我们回顾一下周深7月份的四首新歌 电影主题曲跳舞的月光问花 游戏主题曲江湖缘起和商业歌曲 中国加油歌要知道 在如今星云辈出的时代 每一个前辈都想要维持自己原有的热度 歌手那就想办法发布新歌 演员都尽力寻找剧本 也有的人尝试跨界 但是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 参加适合自己的综艺节目 这是提高曝光率和维持热度最有效的方法 而周深如今的发展道路 就是将发布新歌与参加综艺节目结合起来 但是它又和别人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周深可是立下FLAG 称今年尽量发布第二张专辑 这个FLAG能不能立注 目前无法得知 但是今年肯定是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制作专辑 当然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歌手来说 适当的提升曝光率也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深发布了大量的欧斯歌曲 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制作 演唱的歌手只需要推敲细节 然后录制就可以了 相对于发布个人单曲节约时间 周深7月发布了四首歌 但是却分布在三个领域 电影游戏广告 喜欢周深的歌迷可以在各个领域听到周深的声音 同样的喜欢看电影或者是玩游戏的人 也会有认识周深的机会 这就是周深的明智之举 演唱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歌曲 维持和吸引更多的听众 其次要知道周深可是人和歌各伙各的 许多人可能认识唱歌的周深 但是不认识活跃在综艺上的人 那么也就有人认识综艺上的周深 而不认识唱歌的周深 所以周深还有一批庞大的综艺迷 适当参加综艺也是必要的 如果参加常驻综艺既耗时又被经历 对目前周深的发展是极不合适的 所以周深选择成为飞行嘉宾 虽然只有一期 但是他依然凭借自己的机制与搞笑 圈返无数 适当地录制邀约歌曲和综艺 稳定粉丝群体 然后静下心准备新专辑 这份淡薄的心态 身处娱乐圈中的人又有几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